大家好,我是阿胖 现在是吃麦蒿的季节 麦蒿又叫波娘蒿,米米蒿 是春天里的迎春菜,营养丰富 很多人拿它都是蒸着吃 其实它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吃法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它的好吃做法 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吧 我们先把摘回家的麦蒿用流水 多洗几遍,洗干净 然后控水捞出,放到漏栏里 再准备几朵干香菇 加入开水把它泡发 然后准备一个洋葱 切下来取一半 把洋葱切成大块 切好放入盘中 再准备几粒大蒜,切成蒜片 切好夹进来 然后准备一包卤料包 倒进来 最后加入两颗香菜 一根胡萝卜 用擦丝器擦入到大碗中 香菇泡好后 多换几次清水 把它洗干净 攒干水分 切成香菇条 切好和胡萝卜 切好和胡萝卜放一起 然后往碗里面打入四颗鸡蛋 再给鸡蛋加入一小勺盐 打个底位 然后用筷子把它搅发 炒锅里倒入适量油烧热 油热后倒入蛋液 开大火 这样炸出的鸡蛋花会比较蓬松 鲜软 鸡蛋花炸好后 倒进来 炸过鸡蛋花的锅 不用刷 加入清水 开大火烧开 烧开后 放入麦蒿焯水 去除麦蒿的苦涩味 焯水30秒左右 捞出来 再放到凉水里泡一泡 泡一下颜色会更逼绿 然后另起一锅 往锅里面多倒一点食用油 把准备好的洋葱香菜等倒进来 开小火慢慢炸 如果家里面有大葱 还可以放入葱段进来 炸至褐色 用漏勺把它们捞出来 然后丢掉不要 炸好的料油 倒入碗中 麦蒿不烫手时 攒干净水分 然后把它切成段 如果牙口不好 可以把它切得碎一些 切好的麦蒿 加进大碗里 再加入一把虾皮 增鲜 补钙 然后加两勺料油进来 料油我们可以一次多做些 像平时炒菜 调饺子馅等 加入几勺进来 会为馅料增香 加过料油后 开始调味 加入鸡汁 蚝油 再根据个人盐味大小 加入食盐 戴上手套 把食材和馅料 抓拌均匀 抓均匀后 加入适量面粉 面粉起到粘合的作用 使蔬菜能够抱成团 然后再把面粉 抓拌均匀 抓均匀后 我们抓起一小团 放入掌心里 把它团得磁石一些 像这样 然后外面再裹一层玉米面 如果喜欢吃厚一点的玉米面 裹上玉米面后 再沾一层清水 再裹一层玉米面 像这样 玉米面就会越裹越厚 裹到自己喜欢吃的程度就行 我喜欢吃薄一点的 所以就裹了一层 放到蒸笼里 然后水开上锅 开大火 蒸八分钟 不要蒸时间太长 已经蒸好了 这样做的麦蒿蔬菜团子 首先它的烹饪方式很健康 清蒸 吃多了不上火 而且春天多吃麦蒿 还能养肝护肝 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谢谢您的观看